娘車要開出去的時候 哥哥或弟弟就要給你潑水 那感覺很差啦 請問一下 你們現在嫁出去之後 回娘家的頻率多不多 對啊 你為什麼從來沒 為什麼 因為我是 過人走的 失分 還有一個習俗就是說 日本的女兒 給他們回家 那要去哪裡 對啊 初二回娘家要幾點才能 什麼時辰回娘家 什麼時候我要再回去國家 因為她一定要回去睡那一個洞房 洞房不能扛 扛 歡迎錄影 歡迎錄影 歡迎錄影老師 歡迎錄影老師 女生嫁嫁出去就跑出去 所以我們那時候結婚我記得 好像是在那個 新娘車要開出去的時候 會丟扇子嗎 扇子有丟 哥哥或弟弟 就要給你 扇水的意思就是一種的 因為現在水在扇的時候 要再說好話 真的 水扇冠冠 我的女兒生嫁生孫就中中緣 對啊 扇水的時候要說一句話 說好話 我都沒聽到車要開走 對啊 水扇有聲 我的女兒去就好名聲 對 那丟扇子是什麼 丟扇子是 那丟扇子都一定很壞 媽大 媽生 老爸老母也都把媽摻 你去才可以給大家看 所以要扇性 就是你那個 杏子一定要柔 軟扇子就是柔軟扇子 軟扇子就是柔軟扇子 你那個老公 對我們進去 對老公就是要軟扇子 對啊 這樣子你怎麼會聽你的話 你自己大 壞性症這樣 他怎麼會聽你的話 我是 對人造 失崩 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媽媽管得很嚴 那時候就是心媽跟 那情鬥初開的時候就是 竟然騙他了 就是你就要選擇 你要愛媽媽還是要愛我 那個人從沒辦法 當然是愛他 對了 所以我就離開家裡面 雖然我媽媽一定是想真辦法 要我回去 但是我就是不回去 感覺說你決定不想回來 我們家的門搜都總緩 都緩 再來 又去逢人又外遇 我就逼不得已 因為那時候我回紅的時候 孩子小路的時候 我差不多去東南阿演唱 都一次出去都要三個月 我前夫也是一線小聲 那每次演戲總是會碰到女主角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一傳路主角 那個就一直傳路主角 我們不是傳路主角 我們是跟路主角曖昧 結果呢 然後整個局組說要出去這次買日本 他就跟我說 某某人 因為他不去 那個人不去 我說好好好 不去不去 腳踏出門而已 我隨著腳踏去路映山問說 這團有什麼 結果名字裡面就有那個人了 所以我那時候很年輕 我20年歲而已 對不對 眼睛裡容不下沙子 我就決定跟他離婚 離婚的女兒不會回家的 那要去哪裡 對啊 所以我就一個人住外面 所以就是 不是 那媽媽也至少會說可憐妳 同情妳說妳回來吧 但是問題就是 我媽媽的年代 就是已經是比較傳統的 因為他們都受日本教友的 離婚的女兒不怕是因為 以前的老闆都怕人笑 住民家 那種頭 整種頭都自己的人 人會來問 怕人笑 不好意思 所以離婚的女兒 不是不能回家 只是走後面路 走後面路 走後面路 就是不要出去 不要到客廳來 人會來笑 總是到白面主要照顧著 所以妳看我那個方法多好 我離婚 妳要妳能力好 妳是以前的 買了一個房子 大家都來就回回家 不是每個女兒都像妳這樣子 我有黑丸 那是以前 那是以前 現在比較不會 現在妳看那個離婚率那麼高 哪有說離婚的女兒不能回家 離婚妳盡量回家 更有其實是只有第一次回娘家 妳可做回家 才一定要 不能過午 其他初二回娘家妳要住幾天都沒關係 結婚之後的回門 對 回門 因為她一定要回去睡那一個洞房 洞房不可以康 康不是四母就是阿 所以如果說是想要回來的 就是在十二點以前先回來 初二一早回娘家 然後婆婆規定她一定要在 太陽下山之前要回到婆家 她說不然這樣子對婆家不好 然後對什麼夫妻什麼感情也不好 很奇怪喔 就像我們這種每天回娘家的 婚姻也走入了27年 然後周圍那些初二才能回娘家 才看到下山前回來的 通通都離婚了耶 我嫁到我老公他們家 我從來沒有聽過婆婆 她到已經都當婆婆了 她還是沒說要回去後頭房 然後我就問我老公說 媽媽都不用回去嗎 她都不想回去嗎 媽媽我們找衣服回去後頭房好嗎 好 婆婆說 啊 要啦 要啦 我說沒關係啦 對 就是嘛 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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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種 可是你可以感覺到她開心 然後我說沒關係 媽媽 我們就一起去玩 你知道那一天婆婆要回去的時候 她要回去後頭房的時候 我們整個後車廂都放滿 她哪會去送的呀 對 然後又帶著我跟我老公 因為那時候我還小有知名度 還沒有恰見一下嘛 然後所以帶我回去也是很有名字 我老公也是一直是我婆婆的驕傲 所以我們這樣回去就 一個一個婆婆的親戚 我們都去拜訪一輪 我可以感受到嗎 那婆婆 我們那一天真的很開心 我以前喔 在婆家我要吃東西 我都不敢自己拿 都要問說 欸 那個是誰的 我可以吃嗎 或者叫老公去拿 對 妳又不想要吃那個 妳可不可以幫我拿 對 妳都不敢啊 什麼都不敢 什麼都要問 然後婆婆只要在廚房做什麼 妳就 我是不是要去幫忙 對 對 然後連上 我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住喔 三十幾坪 但我們住了十幾個人 對 然後呢 我都不敢 蛤 欸 就是媳婦自己會給自己 媳婦自己會給自己壓 會覺得好像妳沒有這樣做 可能婆婆會覺得妳怎麼樣 鄰居可能會覺得妳怎麼樣 對 可能人家婆婆真的不會這樣想 對 因為就自己會自己想太多 對 對 我覺得今天聊那麼多 其實這樣子看過去 我看到求美姐 我都心都痠痠 對 所有都沒有娘家可以 對啊 玉琢子 其實講到這個我就會 這個琢子是我媽媽 要走之前拔下來給我的 她一直都戴在手上 那這個是我少女時期 就是我第一次出國 我記得是1971年 我在東南亞非常紅的時候 然後我媽媽帶著我去表演 那時候我買下來給她的 然後她就一直戴在身上這樣 那我這一路呢 我對我媽媽的情感可以說是 怎麼講 就是我從小是我媽媽培養的 就是在幼稚園的時候 她就覺得我要唱唱跳跳 就覺得這個 這個噪音很有天分 所以我們以前是大花蓮 不過她帶我來台北 來幫我在培 按跳芭蕾舞開始 那個電視台發角度了 就開始唱電視 那個人就不會唱歌 也開始練歌 所以我也要跳舞 我也要唱歌 我也要演戲 我也要主持 其實都是媽媽用的 以前也沒有經紀人 都是媽媽一手在大阪裡的事情 最好我還是離婚收場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對媽媽有很多的話要講 我覺得這一路雖然說 我不能回娘家 我中間碰到什麼委屈 我不能回娘家說 但是我媽媽走了 留下這個東西給我 我一直保留著 這已經是52年了 對 1971年到現在2023年 對 這是52年 那我就把它留下來 當我的傳家寶 然後我覺得在我身上 印證了一句話就是 不聽媽媽的話 所以 我是想跟媽媽說一句話就是 我錯了 我沒有聽她的話 拆掉一對孽言 就能夠成就兩對好人 而且很像我跟智希那時候 登記結婚 我們也是因為 那時候我媽媽 臥病在床 想要給我媽媽一個 開心一下 歡喜 不是歡喜 讓她可以 不要擔心 安心 放心 對 然後我跟智希就 前一天在醫院裡面 在病房裡面 就講好說 我想要給我媽媽一個 讓她安心 我們兩個就 隔天就到 負責事務所去登記 登記 這中間我就打了一通電話 給她爸媽 我就把這事情告訴她爸媽 她爸媽也都非常支持 但如果說照以前的那種 就說不行 你一定要怎麼樣 要提親要幹嘛幹嘛 不管 都很開明 父母或兒女 我覺得都要有一個 對 現在什麼時代要怎麼走 好不好 對啊 好